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是那天的第二个出场 周深是第三个 当时他在上面唱的时候 在小黑屋里听的周深真的是震惊了 给了周深很多的压力 毕竟冠军这点压力很正常 周深对他的第一印象是唱得非常稳 他上去之后就更加紧张了 而周深唱的时候他在背后接受采访 虽然并没有听到周深唱歌 但是后面有听到的时候也真的吓到了 张碧神和周深都选择了加入到那英组的小二班 最后进群的周深并没有影响他成为小二班的团宠 因为他人可爱 唱歌声音又那么好听 张碧神说 那时候我给周深取了个外号 叫做开口话 别人都是开口贵 但是你一听周深唱歌啊 你就会话了 空灵也好 鲜也好 干净也好 他的声音非常纯净 你没有办法用所谓的音区和技术去形容他 因为他太特别了 在小二班的日子里啊 身边的人对周深的评价无一例外都是 他变得开朗了 自信了 在小二班 没有人会觉得他声音奇怪 人人都觉得他是个开心果 个个都争着和他做好朋友 陈平说 他是我们组的吉祥物 我们准备把他的头像全部都印在一件T恤上 大家都穿着他出门 阿姨梁说 大家见到他呀 就自然而然的感觉到了开心 你即便是他的对手 你看到他都是开心的 他有个很棒的特质 就像音乐一样 他可以感染人 周深后来坦言 在小二班 他不仅收获了自信 收获了友情 纳英东北人的那种豪爽的气质 其实对他感染很大 跟他在一起会莫名的变得开朗 在音乐上也提高飞快 在娇唱贝加尔湖盘环节 让张信哲都目瞪口呆了 只能用我无语了来形容 小二班是周深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他从这里开始改变 慢慢的变得自信 变得开朗了 在被淘汰的时候 李维 纳英和他都哭成了泪人 让他伤心难过的不是被淘汰 而是要离开这个温暖的家庭 我不是想要霸占这个舞台 我只是舍不得小二班 张碧哲他在采访中提到 周深刷新了自己对于帮唱这件事情的认知 2017年 两人同时受邀请参加中国声音学员单唱 他表示 那次帮唱自己呢 其实心里面输的是心服口服的 他在帮唱胡桃夹子的时候 觉得自己并没有真正的帮到学员 就像是陈一迅老师说的 像镜子 那次周深和过境的大鱼给自己上了很好的一课 虽然周深的声音很高很空灵 但是两个声音交织在一起的时候 周深可以让他的声音更加饱满 更有力量 更加坚定 他真的是要好好地感谢周深 因为呢 真的是周深把他托取到了一个很高的唱的位置 那次我刷新了对于帮唱这件事情的一个概念 早在2014年后 声音纳英组思想学员参加超级访问的时候 学员们谈起周深就在起哄 张碧晨每次在微信群里边的第一句话就是 深深深深 还爆料过他的父母呢也很喜欢周深 他在采访中说 特别想周深 周深呢 我觉得很难有人会不喜欢他 就是很纯洁 反正就是一个很纯粹的人 纳英在一次节目中也爆料过 我就知道周深跟谁最好 张碧晨最喜欢的就是周深了 天天的 我都烦了 周深当时呢 也在旁边 脸都红成小苹果了 小编谁 这种东西呢 是希望和大家分享周深和张碧晨 在青春阳光的年纪 经历的纯粹的美好的友谊 大家不能乱想哦 另外 青春生反场 我们的歌已经八九不离十了 但愿那时候 碧晨还在吧 那这两姐弟又可以重聚了 合不合作呢 是另外一回事 能够坐在一起聊聊天总是美好的 毕竟啊 两孩子都太忙了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兵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